近一亿 歌手蔡徐坤被爆料与罪性女生一夜勤后 至对方怀孕打胎仪式持续发酵 7月1日晚 北京广告协会明星代言规范工作委员会官方微信公号消息 针对中国内地男歌手蔡徐坤事件发布风险提示 提醒相关品牌方 演艺经纪公司 MCN经纪机构做好风险把控 北京广告协会成立于1987年 市经北京市社团管理办公室批准注册的社团法人 是北京广告界的行业组织 目前 北京广告协会共有会员单位800余家豆瓣主页作品被清空 7月1日 有网友称蔡徐坤豆瓣主页作品被全都清空 而她参与的综艺等作品演职员名单中 也撤掉了蔡徐坤的姓名 综艺节目奔跑把官宣言期播出 6月30日晚 蔡徐坤作为嘉宾的奔跑把节目组官方发文称 因编排调整 原定今天本周五20点20分播出的奔跑把将延期播出 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据此前报道 6月26日 网友 C先生不要太勇 爆料成歌手蔡徐坤与C姓女生一夜晴后 知对方怀孕打胎 C先生不要太勇 成 2021年5月20日 蔡徐坤和一位C姓女生在北京朝阳区某KTV经朋友介绍相识 两人聚会结束后 于21日凌晨发生了性关系 时隔一个月后C女士去医院检查显示已经怀孕 蔡徐坤的反应就是 打掉 7月5日 C女士独自去医院打了胎 蔡姆得知此事后 怀疑C女士故意设局想要敲诈自己儿子 询问蔡当晚发生性关系时有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蔡徐坤表示没有 蔡姆一边让工作人员联系C女士赔偿 一边让私家侦探跟踪C女士 在其家门口非法安装针孔摄像头 此事曝光后 虽然粉丝一直喊话蔡徐坤工作室 但蔡徐坤及其工作室均未进行回应 网络上爆料歌手蔡徐坤与C姓女生发生一夜晴后对方怀孕打胎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导致蔡徐坤的名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并且她的艺能事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据消息称 蔡徐坤的豆瓣主页作品被彻底清空 这意味着她在豆瓣平台上的所有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都被移除 这无疑是对她在音乐和娱乐圈的巨大挑战 蔡徐坤作为一位备受关注的歌手和演员 其在豆瓣上的作品评分和评论一直是她活跃度和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而这突如其来的清空行为无疑对她的声誉和粉丝团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蔡徐坤曾参与的综艺节目也开始出现她的名字被撤除的情况 综艺节目一直是娱乐界展示一人形象和才华的重要平台 而蔡徐坤的突然消失无疑会对她的粉丝带来极大的失落感 特别是她作为常驻嘉宾参与的奔跑吧节目 其官方方面宣布因编排调整而延期播出 这无疑给观众们带来了更多的猜测和质疑 在这个时候 蔡徐坤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引发了人们对于她艺能事业前景的担忧 尽管目前官方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和回应 但蔡徐坤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 无论事件的真实性如何 对于一个以阳光形象和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艺人来说 这样的丑闻无疑对她的形象和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对于蔡徐坤来说 这个困境可能是她事业生涯中的一次挑战 在面对巨大风险的同时 她可以通过积极回应和正确处理事态发展 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和信任 无论如何我们期待蔡徐坤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和专业的表现 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蔡徐坤在面临爆料风波后 豆瓣主页作品被清空 综艺作品名单中撤除 以及奔跑把节目延期播出等一系列事件 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 这一事件对蔡徐坤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但也是她重新建立形象和信任的机会